現在新聞的姐妹們 10月15號 在印尼啊 在印尼 印度尼西亞現場的戰友們 傳來了太多的信息啊 太好了 昨天晚上 天亮才睡覺 所以我剛睡醒剛才 一個小時才醒 真是太好玩了 王岐山 還有一些所有的 共產黨有海外關係的 都要到外面去 這是在二所謂的共產黨二十大以前我說過的 全面出去搞外交 在國際上藍金黃 做交易 是吧 怎麼樣 我太了解這幫孫子了 是吧 太了解他們了 結果到了印尼 就是花錢 所有他們周圍的人 怨 恨死他們了 印尼 在官方上看 共產黨厲害啊 到哪去都給面子啊 場面很大 舍得花錢 舍得給錢 私下裡邊 所有的到場的國家 都在研究一件事兒 共產黨是沒了 習家黨能撐多長時間 中國的經濟還能撐多久 中國到底他們所說的繼續改革開放 所做的交易有多大的可信性 所有的人 兄弟姐妹們 共產黨僅僅在海外 就這一段時間 媒體上花的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幾十億美元 這一場 習太陽 說習主席 這個G20會幾十億美元 宣傳 外交 給予 少說幾十億 多著上百億 一個省的人民 一年的吃 吃飯的錢沒了 沙特 到沙特 他住的叫萬好酒店 17號 記住我叫萬好酒店 沙特的萬好酒店 萬好酒店周圍 很多都在清空 沙特人 惱火啊 但是 中東人都知道 沙特在玩火 中東人也知道 共產黨要拿下中東 要當中東的老大 美國人現在都忙於內鬥 根本沒有機會 顧這個事 這是共產黨趁虛而入的 絕對象征 中東人永遠在這個時候 站錯隊伍 但是 中東人也開始擔心了 所以昨天晚上的時候 中東的好幾個國家的 領導人說 哎呀 Miles 你說太對了兄弟啊 在印尼 我們看到了 表面的榮華 和所謂的面子 給足中國人面子 私下的全都往回撈錢 弄錢 他說中國人 怎麼愛要面子 中東人也愛要面子 但沒曉得 中國人這麼愛要面子 他說中國老百姓 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我說是啊 這就是中國人的悲哀 中東人在崛起 但願中東人不要跟著共產黨走向地獄 但願和中東 屬於聰明的國家 不要跟著共產黨走進火葬場 這是發自內心的 我覺得這次印度尼西亞會 可能正是習太陽最後一次出席國際場合 這種大會了 因為 因為 因為別說了 等他到了沙特的時候 他住在他的萬豪酒店 當他的飛機降落的時候 飛機起飛的時候 等他回到中共國的時候 所有在印尼的外交當中的 這種 所謂的魂不令 和外交的勾兌和交易和威脅 以及在中東的真實目的 就像德國舒爾茨到中國以後回去 該拿的拿了 該得的得了 立馬翻臉 這時候就讓我消息 想起小時候 我們隔壁的鄰居 隔村的傢伙 什麼老大 愛打架 什麼王大埋菜什麼的 到處天天在家偷那饅頭啊 不是饅頭 那大餅子給人家吃 籠絡了一幫人 還老是給人家撿點什麼柴火啥的 結果讓我一頓給胖揍 胖揍完以後 大餅子在我吃 彩虹照樣交給我 是吧 所以說 共產黨啊 真的是在印尼完了 然後國內隔離清零 兄弟姐妹們 國內已經是 所有人知道在隔離清零完了 然後現在把隔離清零 變成核糖核酸的測試 改變方式 現在已經聽說上了中央訂了 要鬆一鬆 鬆一鬆 當要掐死你的時候 鬆一鬆 你就覺得有希望了 鬆一鬆的目的 讓你掐得更緊 再鬆一鬆再掐 直到掐死你為止啊 這就是 中國的社會 共產黨太了解中國人了 是吧 打你幾棍子 給你胡啦胡啦 再打你幾棍子 對待奴隸不就這樣嗎 是吧 讓你有被打的痛 有被胡啦在享受和希望和幻想 所以說 國內的隔離清零 是為了經濟 他們知道經濟快完了 是吧 頭兩天在那個18樓的時候那天 所有的說 你知道了美國什麼基辛格啊 什麼黑石啊 什麼美國大佬都在那樓上啊 都在樓上開party 那天其中人要請我去 我沒有去 而且他們說 你知道嗎 我們要跟中共 很多領導人要見面 這個 中共是想 所謂和美國進行一場大的勾兌 全面的勾兌 但是美國人想的是 怎麼能把這個 我們這錢給拿回來呀 減少損失啊 誰都擋不住 世界經濟的崩塌 任何人 那世界經濟的崩塌的 最回禍首 共產黨 還有第三個 任何人都擋不住 共產黨習近平要打台灣 現在在打台灣前 跟美國勾兌 讓美國是如何如何代價啊 我告訴大家 任何情況下 共產黨打著台灣 中國 將萬劫不服 不是台灣完蛋 中國也會 一下子會打成石器時代打回去 這就是共產黨在玩火呀 他們真的在玩火 這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說現在到美國來 各路 經濟界 商界 媒體界 放風 讓 接受共產黨要打台灣的事實 就你打了台灣 你想再回去 不可能 所有的勾兌 都會失控 那麽現在看來 那麽現在看來是共產黨 真的要打台灣 真的要打台灣 所以說現在派出各路人馬 全面開始跟全世界的勾兌 特別是東亞 中東 當然了 西歐是比較麻煩 東歐已經基本上搞定 非洲肯定是百分之百藍金黃 南美洲沒有人反對他 現在能反對他就是 美歐 加日 所謂的西方20G20 這就是現在整個世界的 詭異的變局 這個G20之後 習太陽訪問完沙特 世界經濟 然後呢 這就是全世界政治上 也出現巨大的變數 美國這個選舉 已經到了這個程度 是吧 看看七哥厲害吧 不讓採訪兩黨鬥爭 不要採訪這個選舉 不要做任何評論 就是美國內部的事 咱別管 咱自己都是逃亡人士 是吧 一億政治一見人士 咱有什麼資格評價人家 是不是 就特別不要犯著大腦症 人家一句話 你回你國家待著去 你在這下嘟著啥呀 是吧 咱沒有資格去評價人家 咱下掺和啥 所以說兄弟姐妹們 共產黨馬上完蛋 好了 明天見 可能後天啊 也可能後天啊 傻子不佛了